駐新加坡代表江春南 因為酒駕事件神隱多日 但他其實作息正常 6號晚間就跟朋友 在這家咖啡廳喝咖啡 酒駕震撼外交圈 江春南大使位子穩當 紓壓喝咖啡照樣來 只是原該6號赴任 現在延後旅行 8月9號是新加坡國慶 新加坡駐台北的人員 將在飯店舉辦慶祝酒會 而仍在國內的駐新代表江春南 會不會出席也成為關注焦點 酒店門外 新加坡和我國國旗 共同飄揚 發到晚間慶祝酒會 府方請外交部派次長以上等級 前往祝賀 江春南屆時還在台灣 新加坡方面是否會補邀他出席 成為關注焦點 但貞潔還是我方真要派出 酒駕者擔綱大使嗎 台北市社會局長許立民 在臉書上開砲 呼籲江春南替司馬文武 保留一世名聲 一任大使患得嚴肅看待酒駕 暗示他之所進退 如果說新加坡政府的 他的態度是我不回應你 你台灣自己看著辦 對我們就已經傷害很大 就變成說我們是一個 不太同事的國家 其實你是執法犯法 很多軍警 公務人員 你一旦酒駕 其實他連工作都不保 人事的派令流程非常的長 包括內部的評估 還有經過在地國的同意 還有相關的簡報等等 所以要換一個人 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府方沒有打算換人 但把酒駕者派駐 對酒駕生物痛絕的新加坡 除了衝擊對方信任 也不免讓民眾懷疑 難道台灣已經沒有別的人才 記者程序 張良浩 台北報導